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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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在这里 好久不见 游客 游客 游客像不像那个 你等我动 刚冲动的时候 是吗 他那衣服就好像 我又画了一样 过来准备拍摄了 我最想念的就是剧组的小伙伴们 是真的从上到下 因为我们一起历经了半年 然后派出了长相思 特别舍不得大家 所以我今天来到现场 穿上小六的衣服 然后他们都喊六哥来了 就那一刻就特别特别的感动 我想念剧组的人 然后今天其实我挺惊喜的 我没想到就是时隔半年多了 然后这一回拍海报 能把剧组的工作人员还叫上 还是我之前的化妆师跟造型师 剧组的一切 小伙伴们 然后我的服装 全都很想念 杀星大半年 我现在最想念剧组的是 后期进度 后期进度 加快赶紧播 我最想念咱们剧组的人 就是杀青了半年没见 今天见到之后 见到大家感觉更加的亲切 今天再次穿上这套衣服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我穿这件衣服 我就觉得首先 我比之前瘦了一些 然后就还挺开心的 然后其次就是 就是这套衣服 这个毛 他陪我拍了好多重场戏 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了 去年的那个夏天 依旧是很感动 然后我会发现 长相思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特别的经历 总之就很感恩吧 还是那个温度 还是那么热 刚刚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今天穿比之前拍戏的时候 穿凉快点 没那么热 凉快点 没那么热 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 感觉好像我从来没分开过 我刚刚还在说 我说好神奇 就是突然间这些衣服 这个头套又突然间 到了自己身上 就是一上身 然后那个感觉 马上就回来了 好像没有离开很久 对对对 就感觉恍若隔世 感觉自己不像 当初的那个少年了 老了 还记得穿这件衣服 拍的哪些戏吗 拍的也是结婚的戏 记得非常清楚 有一场戏 是情绪大起大落的 就是我先不剧透了 你们到时候 记得来剧里看 这套衣服 拍过很多场戏 这是一套很 很主要的衣服 对 涂山景邀请苍玄和 当时还是她 弟弟身份的小六 到我家来做客 也就是我和小妖 和苍玄的第一面 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猜一猜以下几幅画 分别是谁画的 并做出评价 这个是妹妹画的 安妮 因为她那个 跟我是死对头 她画的是 我男装的时候 有点像在高薪的那个发际 你确定吗 其实想画的是大哥 但是我画着画着 发现她像小丽 OK 完美 我一度怀疑阿念当时暗恋我 但我没有证据 所以她画的是我英俊的面孔 不管反正我觉得 妹妹画的是我 第二个肯定是涂山景 因为景就是一个 琴琴书画样精通的人 而且邓玟本身 她也是一个很细心 很细腻的男生 这个肯定是她画的 除了她应该没有别人的画成这样 而且我跟她弹琴嘛 她教我弹琴 这都不用猜 肯定是风龙的 对吗 符合她的人设 大条的 阳光开朗大男孩 这画的我们几个人吗 这两个是女生吧 这应该是 她画的苍璇吧 带了个王冠 这兔子是谁啊 有人是兔子吗 这是 项柳 这是图山景 这是那个项柳 九个 他画的真逗 我以为 我以为项柳 那是那个 九个脑袋是吧 这两个是我 因为她在画了一个花 对吗 那这个又是阿念了 这是风龙 她自己玩那个火球 跟我表演 你别说她画的还都 她还都能画出来 怎么样 很写意吧 这个肯定是张婉姻 但我不相信是她 她能画成这样吗 这张婉姻画的吗 是的 我有证据 那她有点东西啊 还可以 最后一个 那肯定是张婉姻 直播 你说苍璇 总是有被夹在 小妖和景中间的镜头 网友给你做了很多图 我在 我在哪呢 就像这样 这样图啊 就能不能麻烦把我这批大点 看不太清 大点大点 批大点 批明显点 这就行 这就OK了 满分100分的话 打几分 后面满分 前面 分较低没机会 听说你在剧组 每天跳上6000下 是真的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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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6000下 我批好 真的可能就 两 少的时候2000 然后多的时候 可能4000吧 没有没有到不了6000 除了自己以外 剧组还有谁最卷 大家都挺卷的 因为古装戏嘛 你太胖的话 棱角不太分明的话 就显得比较慈想 比较慈想 听说你给大家推荐了 炸蚂蚱 你还有跟长相思小伙伴们 分享过其他什么 猎奇美食吗 其他的猎奇美食啊 我 我暂时还没有发觉到 等我再 找找看 然后告诉你 直播表哥说 他有很多被夹在你和小妖之间的镜头 网友修了一些图 这技术你给几分 网友真的很厉害 我真的是好像看不出来这是批的 所以我拍的时候 苍旋是不在旁边的嘛 给他们答案满分吧 批的很不错 每一张都满分吗 每一张都满分 假如在孤岛中需要丢掉一个人 才能让所有人得救 会先扔下剧中的谁 我把自己扔了 苍旋 我表示把你扔水里 确实不冤 你怎么看 因为 我其实是想带小妖 但是呢 如果小妖不同意 那我就只能带星星 如果你有权利成全剧中的一对CP 但其他人全部B1 你会选择让谁和谁在一起 像两个小妖 让他们B1去吧 上次你说想当皇后以后 相思斗都建议你去拍《后宫风龙传》 对此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首先那只是乱说的 其次 我真的当了皇后 我也不会拍《后宫风龙传》的 大家都是姐妹 何必为难自己 看到网上的梗 会和剧组小伙伴分享吗 会啊 我在拍摄期的时候 就刷到过我们自己剧的路透 我还分享给晚一个 就是有一张 它是帝王在朝拜的一个画面 有网友就说 路过的蚂蚁都要说一句 少年帝王 我就发给晚一个 确实是这样 我就是路过的蚂蚁 最近印象最深的长相思梗是什么 我们上次直播 然后说了我们剧里有很多修路场 网友就披了很多修路场的图 就非常的可爱 非常好笑 这次再见面 感觉大家都有什么变化 没啥变化 那个杨子老师瘦了 瘦得太瘦了 好瘦现在 然后其他人那个苍悬胖了 然后 然后 涂山景真的没啥变化 一模一样 然后风龙也是没啥变化 也都 风龙也瘦了 我今天看到风龙 我说你也瘦了 我都瘦了 对 我哥现在已经黑脸了 哈哈哈哈 没有 我赞同谭建茨说的话 好下一位 哈哈哈哈 我我也赞同谭哥说的话 没有没有了 大家还是 确实是说的对 长江思那会儿就是很自律 然后最近在放假吧 就天天就吃 好好珍惜哦 哎呀 长江思那会儿 哥就一直卷跳伤 特别瘦 然后今天一来一见就 磁响了 每天都磁响 嘿 这个问题后期 你给我改一改 就是 上清之后 再见到苍悬 没问题 苍悬胖了 我赞同谭建茨说的话 我也赞同谭哥说的话 磁响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收工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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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思带香店 耶 拜拜 拜拜 小风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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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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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哥 拜拜 她走了 拜拜 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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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生日待相见 一路 好生日待相见 我非常感谢你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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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